好 哈喽 大家好 又到了周末大冰花 跟大家分享拆解要点的时候了 那我们这周的车型就是我们身后第一代的G L8 相信这台车市场保有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其实肯定也不会说所有人都会去四代店去弄点这个弄点那个 所以说像我们今天跟小伙伴去聊拆解要点会显得更有意义一些 因为这台车说实话去四代店修也是不便宜的 当然我们也是把这车拆开了 那现在就跟大冰花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把这车给拆开的 其实这车还是挺麻烦的 那究竟怎么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前杠 先跟大家说一下表面的一些位置螺丝 把引擎盖打开以后顶端是有两颗螺丝的 分别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螺丝或者卡扣 我就都用螺丝来说了 然后下面大家看到 就是这边有圈 但是要注意的 就是雾灯下面的这两颗螺丝是不用拆的 当然我们当时不知道 他就一块的拆了 是因为这两颗螺丝是用来固定雾灯的 就像这边这个位置 大家看下面是有两颗螺丝去固定的 所以小伙伴拆的时候只是拆外延的这圈螺丝卡口就OK了 然后这个里边还是有两颗的 重要的是这边是有两颗螺丝的 分别是在翼子板的 这个位置和里面这个位置拆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内衬板给窝开 然后伸进手 然后用你个相应的工具把这两个螺丝拆下来 然后前杠就可以下来了 前杠是比较好拆的 就是唯独就是这两个螺丝卡口它这个胯度比较大 而且那个绑特别硬 深就是尤其是最里面这个 最里面这个螺丝是不太好下手的 其实其他都还是OK的 好 我们来说一下后杠 后杠稍微就是有点麻烦了 好 第一是后面这个大灯是必须要拆的 必须要拆 船就是面上我就不说了 什么螺丝卡口这边上这点事什么的 我就不说了 螺丝后边大灯是这样 这边有一颗螺丝 这边有一颗螺丝 拆下来以后把大灯拿下来 然后在这个位置是有一颗螺丝的 就是这个螺丝它设计的特别的隐藏 就是特别容易忽略 就是我们说一般在拆后杠的时候 比如把旁边这块相应的处理一下 然后把后面这块相应处理一下 是因为一般情况下说这个为什么要拆灯 是因为它的这个杠皮会在灯的下面这块有一个连接 就是你一般拆到这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般拆的时候我会往下压一压 然后从缝里面来看看有没有这个卡扣或者是螺丝 但是这个车呢是看不见的 就是如果转你要不注意的话 就是你拆的过程中你发现这没有螺丝 然后呢拆到这的时候就发现这就是拆不动了 如果说你以为这边是卡扣紧往下生掰的话 那这个杠阿咕就死在你手里边了 行后杠呢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是比较有比较麻烦的一些事情 然后下面呢也是有几个这个卡扣螺丝啊 我就不再说了这个是一个比较隐藏的 然后来说一下门吧 门呢前边的话是普通的门嘛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视板打开 然后这边有两个螺丝的位置拆下来以后呢 整个门板呢就是相应卡扣啊拆下来就OK了 但说一下它这个卡扣吧特别缺得税的 就是这种卡扣基本上是属于有进无回的 它这个吧就是你只要塞进去以后 你很难再把它拆了呢 几乎就是一次性的 就是你要说能能能能原分不动的把它给拆下来啊 我这算本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卡扣旁边都是会有几个尘会掉 都有几个尘掉 但是结实呢是很结实 但是呢这个卡扣是特别特别容易快 这个是特别老的一种形式 跟现在那种卡扣差的太远了 好那进阶段说一下后门吧 后门呢 因为是一个推拉门嘛 小伙伴们肯定会觉得这个门肯定是特别难拆 其实这个门一点都不难拆 首先呢大家呢是要先把那个瓣给拆下来 这个瓣里面是垫的啊 就是那大家拿一个小铁丝 把这一个铁丝给勾一下勾开 然后呢这边就可以拔下来了 这个有点事呢 像前面开引擎盖就得系车啊 就大众那种前面开引擎盖的那个 这种形式是有些相似的 然后把这一个拿下来以后呢 后面的门是没有螺丝的 就直接就可以拆下来了 小伙伴们会说啊可能会问啊 说那后门它没螺丝 它万一给拽下来怎么办啊 哎你别忘了 它后门呢是个推拉的门 它不需要这样的力量去把门打开 就一般来说呢 我们说前面是这种正常打开门的话呢 它是需要两颗螺丝去固定 这个固定的意义是 你门你去手去关门的时候呢 是要是要给固定的更结实一点 你不能说好夸张一关门 这个这个内饰板的门分家了 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但是这种对推拉本而言呢 这个螺丝呢就是相对而言 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了 是因为你是一个横拉的形式 你力量其实是很小的 然后就是门儿这点事 OK好这就是这样 OK好这就是这台G28的一个拆解要点 那总的来说呢是后面的杠呢 是有点麻烦的 前面的杠皮呢拆的时候呢 就是那两个螺丝 因为它跨度有点大嘛 小伙伴要注意一下 好希望呢我们的视频能够帮助那些 愿自己愿意电话的小伙伴 是因为G28嘛对吧 这个包容量 刚才说的包容量也是很大的 相信很多人可能就拿它去 讲话去拉个活啊 去做个商务啊什么的 可能也不会说那么的 那就是都去四大街去修设计 是不是都挺贵的 行吧这就是这样事吧 我们今天这个签计要点 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说再见拜拜